二战日本最大的战犯 传遍了大街小巷 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是长出一口气 战争终于结束了 战争存在于所有的物种之中 战争的实质就是对资源的掠夺 而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 每次战争结束 人类总会对战争进行反思 谁也无法否认 战争过后的反思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 二战结束之后 人们对战争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而反思的第一步 就是让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 受到应有的惩罚 总经大审判 就是针对日本战犯的进行的审判 这场审判 日本总共有14名甲级战犯被定罪 但最后被执行此刑 那只有寥寥数人 即使这是4名甲级战犯 也有不少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 找了各种理由出狱了 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被审判的战犯 真的就是日本全部有罪的人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实际上每一个参与战争的日本人都是有罪的 而他们最大的战犯就是日本的御人天皇 二战时的日本 实际上还是一个天皇 有着极大权力的国家 军部所有的重大决定 没有天皇的允许 也是绝对不可能推进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 日本天皇才是日本最大的战犯 由于一些原因 麦克阿瑟选择了包地御人天皇 最终日本天皇逃过了审判 成功地躲过了这场灾难 也保全了日本的天皇制度 之后的天皇更是表现出了一种亲民和无辜的形象 他竭尽全力的表演 为的就是向全世界的人们表示 在这场战争中 他是无辜的那一个 但是公道自带人心 罪恶也不会因为表演而消除 如今日本天皇依然活跃在人们眼前 但是没有人会忘记 天皇曾经代表着什么 更不会有人忘记所谓的天皇曾经犯下了多大的罪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咔嚯 灯雀 s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